特朗普要乌克兰自带干粮帮美国打仗 泽连斯基哑巴车房连是有苦难言 大家好 欢迎收个马超说 本期节目我们来说一说特朗普对乌克兰的一个态度 最近特朗普又给泽连斯基上强度了 那么这几天特朗普在一次竞选活动中就公开表示 说泽连斯基之于美国就像是一个死盯住客户钱包的推销员 因此自己上台之后要办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推销员给拦在大门之外 改变员务策略要泽连斯基自掏腰包买美国的军货 那特朗普的这番话可不是说说而已 第一 特朗普这个人和美国传统的政客他是不一样的 他在竞选造势期说的这些话不是单纯的选举语言 而是在上任之后他会认真的一条一条的 来兑现自己的这些竞选承诺 2016年特朗普就喊着说要建美墨边境墙 要对中国搞脱钩锻炼 人们当时把他的话当成了笑话 但是事实上他一上台 确实就开始落实自己的这些计划 虽然这些计划落实的后果都是美国自己倒霉 但无论如何特朗普确实是错了 那么如今他高强度的猛轰泽连斯基 一旦真的当选 乌克兰必定会倒打美 第二 现在美国新一轮的员务法案 还在国会卡着没有落地 那么在共和党初选中 特朗普已经证明了自己内战无敌 共和党建制派就算再怎么对他不满 接下来也只能是捏着鼻子支持他 而对于共和党政客而言 为了政治前途考虑 MAGA更是自己不能轻易得罪的一个群体 这个MAGA就是特朗普以及他的粉丝群体 如今我们看到 特朗普已经打响了狙击泽连斯基的第一枪 那么其他共和党人大概率会继续卡住 这个员务法案一段时间 泽连斯基很快就要没有米下锅了 所以对于泽连斯基来说 特朗普既是远虑也是近优 那么泽连斯基现在的处境 用一句话概括 就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特朗普说的这段话 美国红脖子很爱听 也很有煽动性 但是细究其中的逻辑 却是实打实的耍无赖 原因很简单 从白宫到五角大楼 不止一次的承认 美国投入上千亿园屋资金 比起援助 其实更多的接近转移支付 泽连斯基拿到的钱 绝大部分都用来买美国的军货 帮五角大楼清库存 所以美国园屋本质 是美国政客找一个光鲜的油头 从纳税人的口袋里掏钱 然后送到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的口袋里 特朗普现在放话 要泽连斯基借钱买货 那本质上是一种得了便宜 还卖乖的做法 不但要掏美国纳税人口袋的钱 还要对乌克兰敲骨洗碎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 那就是特朗普意识到 乌克兰在前线可能支撑不了多久了 所以想要靠逼乌克兰借债 这种方式 计划趁机掠夺乌克兰的优质资产 不过他的算盘打得叮当响 但是现在乌克兰最有价值的土地和产业 实际上都已经被俄罗斯揣到兜里了 就算再怎么压榨泽列斯基 也挤不出什么油水了 给美国当马前租的代理人 从来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对于美国这个霸权国家来说 自身处在上升期的时候 小弟还能跟着吃肉喝汤 当自身开始进入一个下行期的时候 那小弟自己就是盘里的肉 锅里的汤 乌克兰已经注定成为美西方的盘中餐 悬念只在于什么时候被彻底吃干抹净而已 好了本期的话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大家认为在原污法案支持不能落地的情况之下 乌克兰还能撑多久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见